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家人朋友和我一起 我的同學也在一起 拍照,有人送花給我 有人送氣球給我 拿著來很漂亮,我很開心 畢業這件事,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可能我比較早迷惘 其實我有時覺得 我自己不太想畢業 真的要踏入一個美姿 心情複雜,還未準備好 但又要去面對 對 穿了,這裡有一條東西 穿上去,你穿衣服吧 這裡有個…現在有個勾… Sherry和Joyce今年大學畢業 因為疫情,他們的大學生涯 無聲無息完結 等等 趁著暑假,他們約師姐阿喬 重返校園拍畢業照 那就拍我們的片空衣服 好… 可不可以不要拍那輛車 你拍好一點,你那人可以嗎 2… 他們的樣子很不理會嗎? 很明顯 你拍畢業照,你還沒想拍嗎? 我當時問他們何時拍畢業照 因為看到其他行業正在拍 他們是不知道的 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 記憶中只剩下社會運動和疫情 Sherry說那段時間很迷失 教功課也提不起勁 最後要延遲畢業 有甚麼事? 其實我有時覺得 我自己不太想畢業 譬如我上了一星期 然後有一課功課 她就說,你隨便交些東西出去吧 那時我不知道為甚麼 就覺得不行 我交不出一份正常的東西 我已經沒有其他心力 可以去做一份合理的功課 這一年大家都明白 很艱難自己的心理關頭的那一關 覺得我就這樣畢業 我甘不甘心呢? 好像想做多一點點事 通常我們在營業時間前 會早半個小時回來 就整理清潔 然後看看當日有沒有一些新書會來 會不會有人捐書來 那就要處理 這間二手書店 是黑橋Sherry和Joyce 去年十月開 他說當時Sherry和Joyce還沒畢業 社會運動令他們覺得很無力 想做一些事 最後,他們決定用自己的職速 夾粉開店,裝修一腳踢 阿喬強調,這個決定一點也不遺棄 因為一開始,我們剛才開業的時候 也有人問,你這麼貴天馬行空 其實這件事有效嗎? 就說你試試看吧 他們沒想過我們是比較實際的 因為我們是… 由一開始我們去計算所有成本 我們已經在想要多少個月 要蓋上我們的成本 其實我們有開闊 已經在做這件事 你好… 未畢業就開書店這個想法 看似很瘋狂 但是他們覺得 今年畢業生面對疫情 很難計劃將來 反而膽敢放手一搏 做自己想做的事 通常人們就會用一個月曆 就是年齡去定了你的能力 我就要告訴那幫人 我不是一個可以用22歲 去衡量的美女 所以就瘋狂去做很多事 你最擔心找不到工作的後果 就是沒有錢生活 其實我一直做補習 其實至今補習的人 那種比很多文科生的長工好 A minor是這樣 第六弦的major chord,E 第六弦的m minor chord,E minor 一個星期總有幾天 書店會搖身一變 變成了結他教室 好了,快就隔兩格 最主力教現在是星期一 我會一對一 這樣呼吸教六至七個學生 其餘就是逢星期四晚 還有星期四、五 其中一天的早上 五就下去,所以用A系統 阿翔大學畢業之後 就開始教結他 沒試過做一份長工 書店生意勉強上了軌道 他選擇教結他幫補生計 開書店 其實他這件事 本身都應該是一份長工 那我能否堅持 就是看看我們 究竟可以做到多遠 可否令我們 真的在這裡 自己出發能力 他所有的事都穩定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長工的一個定義 下一個 一、五、三、六 到最多的事 我從中學開始 已經上了律師 其實當時中學很膚淺 就是覺得身後值 又受人尊敬 又有型 又有誇張 很穩定 不是沒有選法,而是不選我 那時DFC有分差一點,沒有入法 所以最後我讀了文學院 那裡,Run Run Shaw Tower 就是我在Kong Yu讀文學院上學的地方 至於左邊就是鄭宇童樓 就是Law那棟大樓 Cecilia大學本科讀港大文學院 但入讀法律系才是她當年的理想 大學時期經歷佔領運動 令她對法律重新思考 最終決定本科畢業後 再用四年時間攻讀法律 那時候身邊很多人都很參與 在文學院教來那棟法學院 那裡有一個教授叫戴耀婷 她是發棄了整件事 我覺得這個運動對於我來說太近了 不能夠只讀書 不在象牙塔裡不理會這些 這就是我去年七月的時候 在入讀的地方 去年暑假正值反修例運動 最刺激的時期 Cecilia去到律師樓實習 經歷過職場 堅定了她想做大律師的志向 我網上看到你們說有很多 做人權的… 你不師傅 對 引導支援的案件 所以我想來體驗一下 但本來我這時候挺有趣的 因為我整個暑假 都已經討論了其他教授 我只剩下一個星期休息 但我用了那星期來這裡 其實我被他們的熱誠感染到 因為我覺得他們 真的花了這麼多心思時間 每星期六天都會回來 而且很多刑事的案件 是半夜三更收到招職 就去警局了 真的很有動力 而且很知道自己 為何想這麼辛苦去為甚麼 如果這個社會的時代 是更好的話 我可能不太想做大律師的反而 現在變成像網友一樣 你真是不約出來 你真是不約出來 就真是不會見到 你不要因為我… Cecilia和她的同學 未畢業就找到工作 相比起其他學科的 應屆畢業生幸運 在他們眼中 事務律師收入穩定 是不少法律系同學會選擇的路 今屆近150位畢業生中 只有不足10個會做大律師 Cecilia是其中之一 身邊的朋友 我真的只認識你 都是做大律師 跟師傅那一年 即是做建築大律師那一年 每個月只有6000元 原因是我們是學徒制 我們並不是僱員 當身邊的同學 根本全人除了你自己 都打算做熟悉的時候 始終都會懷疑 之前都很懷疑 之前都很跟隨大隊 今晚地報大公司 他們沒有收我做訓練 那些時候 我根本不會說很不開心 我反而覺得 是否有一個標誌 我去回酒吧 都是一個派 這群準律師 經歷過佔領和反修例運動 一畢業又遇上國安法 政治氣候變化急速 未正式入行已經感受壓力 如果我自己想 其實暗淡就一定有 我用彭定康以前的一句 香港的…不是一個… 即香港的前途 可能會被一群人慢慢地侵蝕 我很相信他們會說這句 會影響你如何提出你的客戶 尤其如果他被告國安法的時候 你會跟他說 你這個案子跟其他人不同 你這個案子是閉門審訊 但傳媒不會報道的 在執行上 變成我們跟客戶說的提示 一定會不同 我之前想做不做BAR 我也考慮了很久 可能我自己比較短 我就覺得我要先試 我把乖動作對方 對方會沒有 你這個案子才會找到 這樣想做 如果去年底 遺憾, 你會想做 那件事 你這件事 我會想做 你這個案子 你會想做 你去做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這個歲數很年輕 但我覺得一向都是想大概這個年紀結婚 還有又有一個人跟我一樣這樣想 那就結婚了 那你通常男生就會比較粗 不要想著一下就繞下去不行 好 慢慢溫柔你這樣放了嗎 好 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會在剩下的人生一起的話 那為什麼不早點結婚了 還可以給他一個信心 讓他安心地大家可以一起生活 所有事情都可以一起去計劃 可以簡單很多 好 你不用做了 你坐下… 先坐下 好 Cecelia和Fred一直很期待婚禮 但一場疫症就打亂他們的計劃 對,我是最後,不能害怕 最想的是我們親戚朋友每個人都來到 對,現在只有二十個 我們來邀請最重要的親戚朋友 來看你們的婚禮 不過不要緊,我們有社交網站 哭就哭不出,好像很累 其實計劃婚禮也挺忙 又搞了這麼多月 打算八月就可以終於結束了 但現在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再搞婚宴 看著他們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所難免都會陪著他們上身落落 當年我們也是跟他們同一個年紀結婚 但我們當年結婚那一年 就是1989年來的 我們又經歷了一件很大的轉變 他們也是結婚這一年 跟我們遇到的比我們更加大 但我看得到他們比我們堅強 我覺得是 Fred的父母在1989年結婚 他們回想當年社會氣氛 跟現在的香港很相似 因為政局不穩,引發移民潮 Fred的父母當年結婚後 決定移民澳洲 兩年後選擇回流香港 當時我想大家應該是 一個很低落的心情 就是有機會就去…有表就填 有機會就去問一下 我的爸爸媽媽就是這樣跟我說 他說我們不會走了,你們一定要走 所以就跟所有香港人一樣 就是拿新加坡護照 整個灣仔打蛇餅地排隊 拿那張表 我也很興奮 當時能夠有保險買給他們 他們現在多個選擇 多個選擇在這時候 他選擇留在這裡 還是去其他地方 他們決定了 我拿很多護照 因為我在澳洲出生 我換英國護照 並非BNO 真的是英國公民護照 因為當年 九七回歸的時候 不知道為何會有幾千個名額 我只是聽我媽媽說 然後我家人整間申請 全部都拿到 我最朋友的中學同學 他們全部 每一個都在講義文 Cecilia 原本計劃畢業後結婚 組織家庭 在香港開展自己的事業 沒想過 現在一畢業要想的 是去留問題 很大的考慮都是我的事業 我覺得我自己 扔了幾十萬 去讀一個法律的學位回來 讀師 然後 又難得讓我找到幾個師傅 好像全部都扔下 要從零開始 好 一起開書店的阿喬和Sherry 半年前搬了出來住 月租一萬多元 雖然三百呎不夠 但總算是一個安樂禍 他們說即使有得選擇 也不想離開香港這個家 其實我是有BNO 但是我覺得… 嗯… 為何那些東西那麼難吃 都會有人想 你們有很多事情 其實… 有…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下子 覺得我有這個權利 你可以… 離開就離開了 又好像… 你不能夠一下子 去撇下所有的東西 再重新去建立哪一個 你的螢幕 就像在那裡 可以的話 我會繼續 在那裡 就是… 不… 到最後 或者很糟糕 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都不會走 我會覺得 本港新增1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連續三天破單日紀錄 連續五天突破100宗 再有護老院出現狂診 政府將一部收緊防疫措施 包括室內室外的公眾地方都要戴口罩 限聚令收緊至兩人 你先收拾東西 你快要收拾 你快要收拾 原來擺在外面垃圾房 先收拾 因為疫情 我們也不太能夠開業 索性停業一個星期 還有我們會開始想一下 究竟如果這個疫情再嚴峻一點下去 那要怎樣做呢 現在都在計劃 剩下一些網絡 方便人去選書 有一個網站可以去做到 一些買賣去支撐到這裡的租金 要先安定住 書店開張十個月 經歷過社會運動最激烈的日子 之後又面對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都能熬過 面對突如其來的第三波疫情 阿翔和Sherry說 雖然難熬, 但也不想這麼快放棄 我們現在最大的壓力 其實是因為有工作人員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攪拌組織 所以我們要收入 可以維持到所有人的工資 以及組織 還有這裡的支出 對 阿翔之前回到吉他中心 辭職那一刻 他老闆跟他說 買吉他上海可以賺到一些錢 賣一本書 他覺得是沒有利益的 他覺得我們不會喊得住 我那一刻就覺得很韌耳 因為過來人, 你看不明白 那個語氣就會覺得 沒有的了, 整定的了 那種聲音 好像說到死神來了 你的命就是這樣 就覺得不甘心 真的從這個情緒去主導我們 一直保持要做, 不可以停 Cecelia畢業後 要跟師父實習一年 之後才可以正式執業做大律師 但近年香港大環境的轉變 都令他對堅持理想有很多疑惑 香港, 尤其是這一、兩年間 真的變了很多 如果真的在乎香港的公義和法治 都會覺得很悲惡 可能會質疑自己做的事 是否真的幫到整件事 那種心理上的生活 自己的力量真的很鋪躍 整個大時代是怎樣 很多政治的發展 根本就不是一個個人可以控制 有句話叫做 尋找到天空 如果你不達到天空 你會在星空之中 理想沒有人會達到 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烏托磅 但是它是一個方向 就像月亮一樣 你就向著那裡走 你走得多遠就多遠 不, 你回來看到陽光很好 我自己不應該灰 對不起, 我剛剛看到陽光很開心 而且是有冷氣的陽光 暫時我們還沒想像到自己倒閉的樣子是怎樣 我會說他們倆是信念很強的 我完全想像不到… 它好像有背景音樂 對, 我想像不到他們倆想做的事 做不到出來 即使在這裡倒閉的照片 它會在其他地方開 在想的時候 可能不要想得太負面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 都應該會有它應有的意義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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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